很多民众因为坐骨神经痛深受歧扰 坐骨神经痛有哪些症状呢?要如何治疗呢? 今天的健康1.0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目前坐骨神经痛的最新治疗方式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根性医院骨科部李源达医师 其实想跟大家聊聊坐骨神经痛 与其目前最新的治疗方式 坐骨神经痛呢其实它不是一种疾病 它是一个症状 那坐骨神经它是由腰椎的第4节 第5节还有见嘴神经所组合成的神经虫 那这条神经虫的路径非常长 所以只要在这条路径上面有受到任何的压迫 都有可能导致坐骨神经痛 旁见的症状可能是有腰背的痠痛 或者是会痠麻刺痛顿痛从屁股延伸到大腿小腿甚至到足骨 有些病人呢在门诊他会反应就是他连踩地的这种动作都做不到 或者是比较严重急性的坐骨神经痛 那好发的族群呢会在一些久坐的病人或是身材比较壮硕肥胖的病人 导致腰椎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那有一些是搬中午的劳工朋友们也有可能导致所谓坐骨神经痛 那如果是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就分为保守治疗跟手术治疗 那一般来讲呢7成到8成的民众其实保守治疗是有效的 包括药物治疗或是物理性的治疗 可能是热疗 电疗 拉腰 那有一些会去做所谓的运动筋膜按摩 那这个做筋膜的放松也会减少神经压迫的程度 那少数的病人他会因为结构问题 例如将肚电瓣执出导致严重的压迫 或者是腰椎的滑脱 还有腰椎的骨刺 黄带的针后 甚至是脊椎的狭窄 这种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着坐骨神经痛 也许在保守治疗上效果不会这么的明显 那手术的介入就有它的必要性 那目前最新的手术方法呢 我们称之为脊椎内视镜手术 那有分单口内视镜及双口内视镜 就会根据病灶做选择 那他们的同一个优点呢都是 伤口非常非常小 一般是一公分至两公分 那以小伤口呢 就能够针对您压迫的神经素呢 做很完整的减压 不论是把黄人带的移除 或是鼓式的移除 甚至有需要做到钉子固定融合的手术呢 脊椎内视剂也是能够完成的 那它的好处呢还包括了 手术后的病人呢是不需要躺床的 它其实是可以马上下来行走复健 可以减少手术后到复健的这个时间 那也可以迅速又快速的复健呢 来恢复手术之后的这个肌力的状况 那出血量也会相对非常非常的少 那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可以增加我们手术的安全性 以及病人的恢复程度 所以以上的状况 如果各位观众有类似的症状 或是相关的问题 想做更深入的了解 欢迎来我们股科部做相关的咨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